还有热腾腾的串烧是下班后宵夜的热门选项 我们就找到一家西方风格的日式串烧 三个平均30岁的大男生筹了450万元创业 为了要吸引各多客群 他们选在竞争激烈的东区开店 虽然每个月租金高达20万 但是靠着天然口味跟独特的猪内脏串烧 如今月营收已经上看百万元 香满满烤肉串在烤盘上自自作响 翻面烤到七分熟 撒点盐巴提味 像牛肉的部分我们大概就做到七分熟 这里面很嫩 还包有它的血水的时候是最好吃的部分 带了粗糕眼镜 专注烤肉的新男刘汉君是串烧店幕后的老板 和两个好朋友放弃了百万年薪 砸450万元创业 如今月营收近百万元 白松满猪 三个平均30岁的好朋友分工合作烤串烧 看准台湾人爱吃猪肉 食材很讲究 我们后来选择了宜兰格马兰的黑猪肉 足令25到35岁的女性客群 选在东区黄金地段开店 每个月店租就要20万元 西克术就靠日西风格合并 我们用日式的灯笼的异象 那可是我们呈现方式是用金属的元素 才去呈现给我们消费者 只是年纪轻轻出来创业 也曾经面临将近两个月的黑暗期 那我们装潢敌对了两个月 所以大概损失七八十万跑不掉 来帮您上个菜 青年纪生创意发想 敢冲敢坐 要在竞争基地的串烧战场杀出重围 东森财经新闻 吴润潘胡复军台北报道